廣場上集合 雙方互道再見 但這個時候 卻不是日常的放學時間 孩子們走出校門 走向臨時被通知的家長身邊 看著趕忙到校接學生的家長 校長感到抱歉 突然宣布六號下午停課 就是迫於停電的無奈 包中國小高年級 一共有五個班 受到停電的干擾 決定下午停課 但早在上午七點多 麥寮高中也因為停電的關係 讓校方緊急宣布停課 才剛到學校 師生集合起來 這幕正在確認放學的交通動線 大批家長被通知 折返到學校 機車停一排 或是開車回來的 都緊盯校門口 要接回自家小孩 你要接幾趟 我要接兩趟 沒得到 那沒電了 受到颱風後 台電搶修復電的關係 再度遭遇停電的賣掉高中 各棟校舍 鐵門沒有電力開啟 校方以安全考量 火速拍板宣布停課 因為我們學校 每棟大樓的鐵門都打不開 所以也沒辦法 讓孩子進去傷害 相較與高中校長 為了停課 兩度致歉 同樣遭受停電之苦的 還有四湖鄉的南光國小 停電狀態沒有鐘聲 改為敲鑼 提示上下課 師生搖著扇子 在教室裡客難上課 颱風干擾 電力意外讓師生的 教學節奏亂了套 三十五雲林綜合報導 白天帶起頭燈 雲林麥寮街上 沒電可用 麵攤老闆娘忍痛丟棄食材 還堪用的靠一台冷凍櫃 硬撐 現在還是冷凍櫃還是冰凍的狀態 但是能夠維持時間不長 昨天沒辦法做生意 今天也是沒辦法 我東西都壞掉了啦 台西漁會拉下鐵門 提款機一幕漆黑一片 此次小犬颱風在雲家地區 累計造成停電供九萬多戶 罪魁禍首出災 小犬颱風有風無雨 大量嚴懲經過強風吹襲 附著在電桿上愛子 破壞絕緣體 造成泄漏電流產生火花 一般的愛子外觀 呈現光滑亮面 受嚴害侵蝕的外表變得粗糙 因為含鹽分的水汽灰塵 吹向高壓電塔上愛子 台電人員搭配水車逐支清洗 電桿上愛子的鹽分 鏡頭轉到嘉義沿海 與民含苦 就有憤怒的民眾等不到電來凍粗 騎摩托車衝撞或是說用工具來攻擊我們 連我們這個同事在車上也被人家拖下來 連那個鈕扣都把它給拖到掉了 對民眾而言送電刻不容緩 但看看辛苦的台電工程人員 即便全身濕透仍盡則搶修 還需民眾多點體諒 在联訊中部綜合報導